明日夏天 人手一杯饮料 是台湾常见接近 不要超过两杯 为什么觉得说 每天一定要喝一下 手摇引 不想喝百开水 为什么 百开水就没味道 韩糖饮料与甜食 受到许多人喜爱 根据台糖公司统计 台湾每年糖的消费量 高达60万吨 平均每人每年 吃掉25公斤的糖 每个人都喜欢吧 因为吃糖有人会 让人家感觉很舒服 几乎大部分的东西都有糖 像冰 饮料等等 湖尾糖厂是台湾仅存两间 仍在制糖的糖厂之一 民众透过导览 认识糖的制造过程 我们吃东西加了什么 才会变得甜甜 糖 糖 糖是什么做的 糖是用甘蔗 用蒸去煮甘蔗汁的时候 它可以让甘蔗汁里面的糖分 糖的成分 让它慢慢的结晶 就剩下砂糖 虽然糖的原料是天然植物 不代表吃多没问题 糖分摄取太多将影响健康 过多的糖 它会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脂肪 低脂肪可能就会增加 尤其变成脏气的脂肪 腰味比较大了 它很容易就会造成血糖的代谢异常 很多年代的 就是所谓新陈代谢方面的三高 往往因为糖分摄取太多 就会很容易很容易引起 叶尔研究指出 摄取糖分会成瘾 称为嗜糖症 这个牵扯到个人的体质 跟整个生理结构的问题 那有些人他对于糖内的摄取 他会有一些正向的回馈 不喝糖而已 他喝糖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感 或是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馈 所以会一直这样仿佛的再喝 嗜糖症跟基因也有关 因此家人对糖的依赖性较高时 自己就要注意预防 因为目前没有药物 可以控制嗜糖症 比较常做的是做一些行为治疗 比较偏心理治疗这一块 自己做一些控制 不要让它掉入正向回馈的范围中 医师还提醒很多食品 像是无糖拿铁 番茄酱等 虽然吃起来不甜 甚至还是咸的 但实际上却暗藏许多糖分 这些隐形糖类同样要当心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